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的是一个大学生在外面租到一套凶宅 房子里面被人布下一个歹毒的阵 那个人当时毫不知情 等到发现时一切都太晚了 那个人叫傅永年是一个大三学生 因为当时准备考研 傅永年就计划从宿舍里搬出来住 他们学校在一处比较偏僻的地方 附近有许多村子 年轻人外出打工 老人又渐渐离世 时间久了就空出不少房子 傅永年当时托朋友找了一下 最后选定了一处农家小院 说是农家小院 其实就是一个围墙 里面有间红砖累契的房子 分成三个小房间 一个是客厅 一个是卧室 还有一个据说是杂物间 常年锁着 院子里还有一个改造过的卫生间 小院不大 也算是五脏俱全了 就是年代久了些 虽说房主习近风为了出租也翻新过 但很多地方还是能看出来厚重的历史 不过租金特别便宜 一个月下来只要四百块钱 傅永年跟着房主转了一圈 对整体环境还算满意 毕竟他只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 就是身边有个知情的人告诉傅永年 这个院子有些不干净 具体细问 却又吱吱吱吱说不出来 傅永年当时也没当回事 笑着说穷都不怕 还害怕什么鬼 只是那时他还不知道 这世上总有些东西 比鬼还可怕 傅永年很快跟房主签好合同 付了三个月租金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让他心里不舒服的是那个杂物间 里面据说堆了很多不用的东西 天长日久之下 房主也懒得收拾 就一直锁起来 眼不见为近 所以傅永年手中 并没有杂物间的钥匙 傅永年找室友 将自己的东西搬到小院里 因为房子很久没住 很多地方还需要在检修下 所以当天晚上他还住在宿舍中 等到正式入住 已经是第二天了 当时是周六 傅永年难得起了个大早 忙活了一整天 才收拾利落 躺在床上准备休息 就在这时 他隐隐闻到一股腐朽的气息 就像是什么东西腐烂的味道 傅永年心中莫名一跳 要知道 他白天收拾的时候 可没闻到这种味道 怎么晚上会突然出现 傅永年越想越不对劲 翻起身来 在房间中四处走动 想找到那股怪味 是从哪里传来的 就这么转到那个杂物间的门口 他轻吸一口气 确认怪味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 可是手上没有杂物间的钥匙 傅永年犹豫了下 他大学学的是土木 平时各种工具用的也比较顺手 干脆找来起子和班首开始卸门 像这种老实房子 户门与墙壁连接处的门轴因为年代久远 早已布满秀记 起子也难以着力 傅永年拿着班首敲打了半天 才勉强将几根螺栓拆下来 他将那扇门挪出一个可攻一人穿过的口子 这才打起手电筒 小心打量着里面的摆设 这个杂物间似乎很久都没有人进去过 里面遍布着厚重的陈辉 傅永年在外面站了好一会 当里面的挥散去了一部分 这才小心翼翼挤了进去 里面落脚的地方不大 大部分空间堆满了密密麻麻的杂物 都是编织带装的 堆得古包包 看不出来是什么 还有各种脚手架和铁器的 也不知道房主当时从哪里收集的 傅永年按耐主心中的悸动 很快来到其中一个编织带旁边 之前那股腐臭的味道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到了这时 心头那股热血渐渐消退 傅永年心中不由嘀咕起来 想起来之前在网上看到过的一个诡异的事情 有人在论坛中询问 客厅有个动物死了 喷了很多血 墙上也有 动物身长1.6米 重量大概60千克 该如何不留痕迹的销毁 万一这个编织带里面装的就是这种动物 那该怎么办 傅永年越想越害怕 只是费了这么多功夫 好不容易找到这里 若不弄清楚 等下肯定是睡不着了 傅永年心中天人 交战了一下 还是咬牙上前 拿出美术刀 将编织带划开一个口子 一个通体漆黑的东西 从里面露出一部分形体 随之而来的 是一股比之前更浓烈十倍的恶臭 傅永年被熏得头昏眼花 捂住鼻子 强忍着恶心 终于看清里面到底是什么 一条黑狗 只是这条黑狗早就毕命多事 尸体都僵硬了 不知道是被谁装进编织带 丢进这个储物间里 狗脸看起来 走得不是很安详 两只眼睛被活生生弯了出来 只留下两个硕大的空洞 灯光下 整张脸面目猙獰 让人心里直慎的慌 但最恐怖的 还不止如此 狗的腹部被刨开 里面塞满了密密麻麻的黄纸 那些黄纸上面 似乎还画了什么图案符号 只是沾了血水 全部粘在一起 什么也看不清楚 傅永年看到这里 心里那股恐惧如潮水般蔓延上来 他强忍着恶心 提起那个装着狗尸的编织带 将其丢出门外 不敢在这里逗留 正想出去使 目光鬼使神差地 往原地瞥了一眼 那里地面上 竟然有一块木板 只是木板 因为年代久远的原因 颜色和附近地面的颜色十分接近 所以刚才第一时间没有察觉 傅永年胸口 砰砰直跳 一股说不出来的悸动涌上心头 他情不自禁上前两步 各指 随着一声沉闷的声响 木板被轻轻推开 借助房间中昏暗的灯光 傅永年发现 下面竟然被人修了一个地窖 这种地道在当地村子十分常见 都是当地人 用来储存那些红薯玉米等粮食的地方 只是 从来没听说 谁家会把地窖入口开在房间中 除非这个房间一开始不是给人住的 傅永年越想越害怕 想起入住前 那个知情人提醒过他的话 浑身都起了一层寒颤 他匆匆一批 看到地窖下面漆黑一天 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 只能隐约看到一条修建的凹凸不平 极为简陋的台阶 一直向下蔓延至黑暗的深处 傅永年不敢在这个诡异的储物间 多坐停留 当即就要离开 也是在这时 他发现一件让他恐惧万分的事情 门打不来了 傅永年浑身哆嗦了下 借着门缝向外望去 只看到刚才他丢出去 装着那条黑狗的编织袋 就这么抵在门后面 可是 他明明是将编织袋丢在一边 是谁挪动的位置 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窜涌上来 傅永年下的脸色傻白 好在这个时候 他脑袋还算清晰 既然强推不行 傅永年试着降门从里面挪开 反正之前 他已经将护门与墙壁连接处的门轴 拆卸下来 只是还没等他动手 一个奇怪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 不对 是从那个地窖深处传来 那个声音十分奇怪 就像是用柴刀劈开木头发出的声响 迟钝又有节奏感 不仅如此 伴随着那个声音响起的 还有一串脚步声 似乎有什么东西 正在从地窖深处一步步走出来 傅永年浑身毛骨悚然 一股无形的力量 从他四肢百骸中窜出来 他来不及多想 猛地转身扑过去 将地窖入口的那扇木板盖上 还不够 傅永年咬牙又从旁边抱起一个编织带 想要压在木板上 但也不知道 是这些编织带年代久远的原因 表面材质都已经腐朽了 傅永年心急之下 手筋又大 直接将编织带的外面抓破 一个东西从里面滚落出来 是一头死羊 和之前那条黑狗一样 双眼被弯了出来 肚子里塞满密密麻麻的黄纸 羊头上 两只空洞洞的眼眶对着他 似乎在凝视什么 又似在嘲笑什么 傅永年本来神经都已经高度紧绷 又看到这一幕 喉咙深处控制不出一声 撕心裂肺的尖叫 一边尖叫 一边倒退 直到身子死死抵在墙壁上 这才停住 只是浑身止不住的发颤 在这个过程中 傅永年注意到 这头死羊腹部的黄纸 有几张还没有被血水浸染 所以能勉强看到 上面图画了什么 那是一个造型怪异的人 身形加腹而坐 一只手朝下指地 一只手按在腹部 似乎在举行什么诡异的仪式 人形一旁 还用朱砂写着一行小字 只是有些字眼已经看不清楚 大意是 地会赤阳 可得长生 傅永年瞳孔睁大 却怎么也不明白 这七个字是什么意思 他心头一跳 抬头看了看这个储物间 里面堆积的编织袋 打眼一看 何止数十个 难道这里面装的 都是这些邪门的玩意 布置下这些东西的哪个人 或者说那些人 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 傅永年心中思绪白转 一瞬间仿佛想到了很多事物 却又好像什么也没想 只是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纵然隔着一层木板 地窖下面的那个脚步声 还是越来越近 虽然不知道 那个脚步声是什么东西发出的 又意味着什么 但冥冥之中 那股警罩已经在疯狂欲警 似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极为恐怖的事情 电光火时间 一股火气从傅永年心底窜涌上来 他目光死死盯着那些编织袋 喉咙深处古怪地喝笑了几声 套出大火机 将那些沾了血粘结成一块的黄纸点燃 黄纸沾了火星 顷刻间熊熊燃烧 冒出十几公分的火光 火光中 一股黑烟生腾起来 混杂着一道刺耳至极 似是蕴含着无穷诅咒 无穷怨毒的尖叫 说说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地位之处吗 我打量着面前的农家小院 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院子 一道略显破旧的围墙 里面有间红砖累计的平房 像这种房子 我们踏入这个村子以来 沿途所见的不下五六处 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赤阳白雨 会守天城 二者剑衣 可得 叔叔悠悠说出这几句 语烟不详的话 拍了拍烟杆 率先一步 踏入那间红砖平房中 我跟在他身后 看着他左拐 面前出现一个不过二十平方的房间 房间里空空荡荡 什么也没有 只是地面上铺着一层老实红木地板 似乎刚刚被翻新过 还能闻到一股油漆的味道 叔叔静止来到房间中的某一处 蹲下来 用烟杆敲了敲木板 声音沉闷 来晚了 叔叔丢下这句话 不知为何轻叹一声 站起身 转头离去 我看着叔叔的背影 又看了看他刚才立身的位置 眼皮不自觉一跳 那里的木板上 隐隐看到一个人形 人形似是躺在地面上 身形轮廓依稀可见 只是边缘有一层火灼的焦黑痕迹 我心口莫名一致 隐隐猜到这个空荡荡的房间中 只怕曾经发生过什么匪夷所思 却又不为所知的事情 心念转动间 我转身追上叔叔 叔叔有个朋友叫陆老四 早年惹上一位太随期邪书的传人 我跟叔叔这次来汉 就是为了帮他解决此事 只是到了站才发现 陆老四已经消失一周了 在陆老四租住的桥洞之中 我们发现有人在墙壁上手写地毁 两个字 叔叔 地毁之处到底是什么意思 上古之人 春秋皆度百岁 而动作不衰 然自专须绝地天通 断开人世与神界的通道 又有天人武衰 造化剑绝 地毁之处 乃是煞气和利气凝结之地 天长地久之下 这些气息凝而不散 有人专门寻找这种地方 希望能够借此 完成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或是修习艺术 或是 难道陆老四 已经被那个太随期邪术的传人抓住了 要拿他活祭 叔叔 我可记得你跟我说过 七邪术中有一树 讲究的是 把人的四肢拆卸下来 和牛羊牲口组成一体 成为一种特殊的寄人 叔叔 我们来的这处地毁之所 什么线索也没有了 那时有人早来了一步 并且清理掉关于他的一切痕迹 不过问题不大 像这种地毁之处 我还知道一处 不过在此之前 我先带你去找一个人 什么人 纪人 之后 叔叔就带我前来拜访一位纪人 希望能从其口中 打探到那些邪术传人的下落 于是 我们见到了一个帷幕后面的老者 并从他口中 听到了一个更为诡异邪性的故事 纪人 这是古代一种比较邪门的祭祀之道 上映天干地支 星相运转 纪人的生辰八字 命格古重 都有严格明确的要求 差上一分一厘都不行 之所以花费如此大的代价 是因为那些人相信 只有这样最后成型的祭品 才能剁肢体 触明慧 离形去之 同于大通 进而沟通到冥冥之中 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 这个人姓孙 叫孙牧生 孙牧生是90年代的大学生 他父母早逝 从小吃百家饭长大 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 学的是地支勘探 那个年代 大学生可是天之骄子 孙牧生也满怀热血 想着毕业之后加入地支队 当时临近年关 孙牧生回村过年 他们村子地处偏僻 下了火车 还需要再坐俩小时大巴 然后搭乘旅车走一段山路 孙牧生下了火车 已经是凌晨三点 往年这个时候 他都会在车站里凑合一晚 等第二天大巴发车了再走 但那年天气格外冷 车站里又空空荡荡 孙牧生动得实在睡不着 就在后车厅走来走去 希望暖和下身子 孙牧生看到站内 有人在卖面条 犹豫了下 套钱买了一碗 热腾腾的面条 混着面汤下到腹里 骨子里都生腾出一股暖意 也是这里 他注意到 在后车厅入口的位置 蹲着一个人 那个人旁头垢面 似乎是个乞丐 一身衣服 也不知道多久没洗 早就黑乎乎黏在一块 而且那个乞丐 脑子估计也不好使 虽然冷得直哆嗦 还是蹲在门口 也不知道往里面避一避 就这么迎着冷风 孙牧生心里 没来由泛出一股酸液 他虽无普及众生之力 但自小吃百家饭长大 总有一丝悲天敏人之心 当下又掏钱买了一碗面 送到那个乞丐面前 只是那个乞丐抬头时 孙牧生忍不住倒退几步 距离如此之近 他才发现那个乞丐的脸上 密密麻麻全是窗口毒疤 里面还在流浓犯着恶臭 但最恐怖的 还是那一双眼睛 眼睛上截着两块厚厚的死疤 中间位置不知道用什么东西 钻出两个小孔 隐约看到 里面有些晶莹的东西 孙牧生正了下 将那碗面放在乞丐手上 正想转身离开 手腕突然一紧 乞丐伸出一双枯瘦发黑的手 两根手指紧紧压在孙牧生手腕上 嘴里咕弄着 似乎在说什么 鬼丑年夹子月新卯日 四两七钱 训凶绝命 对犯太冲 仓促间 孙牧生只听到这么一句 他连忙抽回手 又往后退了几步 那个瞎眼乞丐还盘坐在地上 一张满是窗口毒疤的脸 对着孙牧生痴痴笑着 眼角却缓缓流出两行泪来 又哭又笑 神情说不出的惊悚骇然 快快跑啊 孙牧生听到瞎眼乞丐的嘴里 又嘟囔出这么一句话 只是他那时心里又慌又乱 顾不得多想 转身离开了这里 经过这么一事 孙牧生又疲又倦 缩在座位上 很快沉沉睡去 等到六点多 他醒来赶大巴时 鬼使神差 又去乞丐所在的位置 看了一眼 那个乞丐 早已不知去向 原地还留着那碗面 看起来一块味洞 就这么放了一碗 早已僵硬成一坨了 孙牧生看着这一幕 身上莫名起了一层寒颤 又想起昨晚 瞎眼乞丐说的话 犹豫了下 还是将那丝不安压在心底 转头上车去了 前面已经说过 孙牧生从小父母早逝 靠百家饭长大的 接起他的 就是村子里那一村老少 所以每逢年关 哪怕再忙再远 孙牧生总要千里迢迢赶回村子 等他回村子时 已经快是上午 往常这个时候 各家各户 都已经开始生炉做饭 但是 孙牧生站在村口放眼望去 家家户户的烟囱都没有动静 这种异常 在他踏入村子后 越发浓烈 触目所及 全部是紧闭的房门 一点年关将近的热闹都没有 仿佛整个村子的人 全部消失了 更诡异的是 所有的门户前 都挂着两盏灯笼 红色的灯笼 就像是什么奇异的风俗 又像是在迎接什么喜事 可是 孙牧生从小在村里长大 从来都没听过自家这边 有什么喜事 需要特意挂起红灯笼的 他压下心头的不安 脚步加快 准备先去自家三舅那里 他三舅孙大年是个官夫 膝下没有孩子 平日里沉默寡言 把孙牧生当作自己孩子来养 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年人 等孙牧生转了几个弯 快要到三舅家时 耳边突然传来一阵 放鞭炮的声音 孙牧生猛地抬头 朝着鞭炮声传来的方向望去 远远看到他三舅孙大年 披红带彩 一连习意地骑在一头驴子上 捕住挥手 身后还跟着一群人影 簇拥着一辆轿子 吹拉弹唱 毫不热闹 孙牧生本来回村之后 心弦一直在紧绷着 突然看到自家三舅 那根紧绷的弦终于松懈下来 上前两步 正想把满肚子的一问倾斜出来时 脚步突然一顿 浑身止不住颤抖起来 一股淋漓的寒意 顺着脊椎窜涌上来 直角孙牧生 头皮发麻 他看到 三舅骑着的那头驴子 是纸做的 用探笔描绘出眉眼比较 只是不知是上色的人 画功拙劣 还是有意为之 那头纸驴的眼睛直愣愣的 看起来诡异邪悚 直冲冲地对着孙牧生这个方向 似乎是在紧紧地看着他 生怕孙牧生跑了 而三舅身后那对人影 赫然是一个个纸人 那些纸人的脸上 面孔唯妙唯笑 都是村子里的男女老少 纸驴引路 纸人抬轿 孙牧生呆立在原地 看着这荒诞怪异的一幕 任谁看到一个自己朝夕相处的亲人 变成一个只有一张熟悉脸庞 内在惊奇神都迥然不同 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人 第一感受就是 恐惧 这种极致的恐惧与违和 如野草般在孙牧生心中疯狂自生 最后化为骨髓深处 蔓延开来的战力 孙牧生待在原地 看着三舅朝着自己越走越近 一双腿哆嗦着 却怎么也迈不开一步 直到三舅和一行指人来到他的面前 三舅脸上那夸张的笑意又浓烈了几分 一张嘴张得快要裂到耳根那里 熟悉又带着怪异的语调 在孙牧生耳边响起 请寄人上轿 孙牧生两眼一黑 在睁开时 整个人已经坐在那个指教之中 仿佛鬼上身一般 他浑身上下唯一能活动的 只有一双眼珠 所以他看到 这个指教内部 密密麻麻图写着无数字迹 那些字迹荒诞怪异 仿佛小孩涂鸦一般 却又于人一种难以言喻的疯狂和邪性 孙牧生睁着眼 只看到其中一行子 鬼丑年甲子月新卯日 四两七千 之前火车站中 那个瞎眼乞丐的话 又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他想起来了 鬼丑年甲子月新卯日 就是1973年12月31日 这是他的出生年月日 而四两七千 是他的古种 无数念头悬生悬灭 无数画面浮光掠影 孙牧生隐隐猜到了什么 只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他就像一条带载的鱼 无力地躺在砧板上 不知道那命中的一刀 何时会落下 耳边还能隐隐听到指教外面 指人们欢快地吹拉弹唱 以及三舅那肆意的笑声 等指教又一次落地时 一只手抓住他的头发 将他像死狗一样拖下轿子 从身下传来的冰冷触感来看 似乎是一方巨大的石头 孙牧生徒劳地睁着眼 视线中只看到那方时 冰冷枯寂 万古不变的穷仓 无数古老的星辰 以一种难以理解的方式 罗列其上 就像以双双冰冷的眼睛 跨越时间与空间 一种永恒不动的至高冷漠 注视着脚下的浮游众生 二十三年了 终于等到花开结果的时候 三舅的声音悠悠传来 似是在感慨时光流逝 又压抑着那满意而出的喜悦 好外甥啊 舅舅我等了这一天 整整等了二十三年 休息三秒 喝口水 马上回来 三 二 一 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 可以点赞视频 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 搜索燃烧的故事 您的支持 是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到故事里 三舅念念叨叨 又神精致地笑了两声 二十三年的布局 二十三年的心血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孤身一人 尾时太寂寞了些 我有满腔的心声 却又不知道该对谁倾诉 这种寂寞 我亲爱的外甥 你是无法懂得万一的 就像你不知道 我以前是很爱说话的 你现在就像死狗一样 什么也说不出来 什么也做不了 孙沐生静静躺在方式之上 诚如孙大年所说 他现在浑身上下能动弹的 只有那一双眼珠 三舅摊了摊手 轻拍几下孙沐生的脸 我知道你现在还不甘心 但舅舅 我真的没办法呀 这一切在你出生时 都已经注定了 要怪 就怪你的生辰八字 命格古中 和计划中的寄人 是如此的相称 我有时看着你 那么努力去学习 那么努力去上进 想要离开村子 考到外面去 想要用自己的双手 改写人生 我都想劝劝你 挣扎个什么劲啊 但是没办法 如果一开始 就告诉你真相 或许会引发额外的变数 毕竟你前半生的一切 包括这村子里的男女老少 包括你舅舅我 都只是计划的一部分 只有让你按部就班 按照计划设计的一切 一步步长大 才能保证 最后成型的你 才是最完美的寄人 现在 计划已经到了最后一步 三十年一度的星象 再次运转 沉寂千年的星潮 将席卷整个还宇 那闪门也该被再次打开了 三舅说到这里 声调越来越高 整个人似是陷入一种 狂热的亢奋之中 所以 他又哈哈大笑起来 极度的喜悦 将他包裹起来 以至于他忍不住 原地蹦跳几下 然后定下身子 回头看了一眼 我知道 你在怨恨我 可命中注定 你要成为这个寄人 这就是你的 见命 三舅张开双臂 似乎在拥抱着 冥冥之中的什么东西 老者说到这里时 微微停顿了下 我思绪转动间 脑海中想了许多 后来 老者嘶哑开口 声音怪异 我心中微动 这是富裕 如果我记忆不错 面前的老者 也就是孙牧生 二十三岁那年 被自家三舅 亲手割下掩耳鼻舌 弯掉手脚四肢 替换成牛羊的腿脚 成了一个寄人 掐指算来 已有三十年了 后来 计划中断 我苟活了下来 老者声音平静 计划中断 三十年前 新乡运转 新潮再现 一切都到了最后关头 他们为何会中断计划 我眉头紧皱 脑海中不禁闪 想过一个个疑问 尤其是最后孙牧生的三舅孙大年 口中提到的那扇门 到底通向哪里 让他们花费如此大的代价 也要打开 可能是命吧 老者声调怪异 也不知想到了什么 他们在最后关头 发现新墙运转 超出常理 如果强行献祭 开启一事 将会导致大恐怖发生 所以 我便作为废子 被留在原地 最后 遇到一个路过的刑伤 侥幸活了下来 老者说完这段前因 傅又开口 我已知晓 你们来这的目的 时隔三十年 星象运转 计划再次启动 他们一定找到了新的寄人 但想要完成计划 开启献祭 除了寄人之外 还需找到合适的献祭之地 以及传说中的地会之处 我可以为你们引荐一位老友 带你们找到那个地会之处 但此去俯获难断 还需两位自行斟酌 叔叔点头 于是 老者示意 我看见叔叔俯身掀开黑色帷幕 也不知两人又说了什么 等叔叔出来后 带着我离开老者的住处 临走时 隔着黑色帷幕 我又回头看了那个老者一眼 不知为何 我又想起他的故事 心思闪烁间 我想 难道在这世间浮游众生之上 那明明不可揣测的地方 真有那么一个存在 编织着一切的命和运吗 如果真有这样一位存在 那我的命又是怎样 如果各位听友 还想听之后的故事 麻烦给我点个赞留个言 我会更多地制作大家喜欢的 热度高的故事 好了 听友们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 请期待